OK 相信大部分地区雪季已经开始了 今天就来给大家盘点一下 雪场滑雪的八大误区 首先第一点就是没有提前计划 去雪场买当日雪票 可以看一下就是当日雪票的价格 和这个season pass价格 现在所有的雪场都是 想让你购买这个年票的 买年票的话 肯定初期成本会高一些 但是真的 我觉得你滑超过一个礼拜 应该就能赚回来了 而且买当日雪票 还有一个缺点就是 当日排队太厉害了 如果说你正好是早上 比如说90点 过去想买一张雪票的话 如果到节假日的话 购买雪票时间就要花到 一个小时到两个小时 都是很正常的 年票自己用不上的话 也可以买这种 就是几天连买的epic day pass 这样子的话 比如说五天一买的话 价格会便宜的多 最重要的是节省时间 雪场滑雪误区二 也是没有计划 把一切都预定好 比如说雪板的租赁啊 雪场的酒店啊 租的汽车啊 还有巴士的票啊 都要提前订好 大家如果说是提前一天去雪场的话 最好是要在第二天去滑雪之前啊 就把这些事情全部先搞定了 不要说到第二天早上 急急忙忙去租雪板啊什么的 第三挑选正确的时间去雪场 嗯 节假日啊 分选天啊 如果说你九十点去排队上缆车的话 我估计能十一点或者十二点能滑上雪 就已经谢天谢地了啊 呃 节假日的话 其实建议去一些小雪场啊 呃 或者说呢 就得非常早起 呃 开门前就要想去排队 呃 比如说开门是差不多八点十分八点十五分这样子的话 呃 如果说那天雪都特别好 然后又是节假日的话 七点半去排队都是不过分的啊 呃 然后呢 就是像威斯特这种大山哈 如果你坐上山的缆车可能就那几个 比如说威斯特的Gondola Blackcomb Gondola 呃 Creekside的Gondola 但是呢 你上去以后呢 你就可以比别人先一步的到其他缆车上去了 呃 那个时候呢 其实人就分散了嘛 人分散以后 呃 其实每个缆车排队 还是可以接受的 雪场滑雪雾区4 适合自己的雪场和雪道 呃 经常看到有新手啊 第一次就去威斯特 或者呢 直接去山顶的绿道啊 然后呢 也不能完全相信这个雪场的标识哈 我觉得威斯特的蓝绿道啊 呃 都比其他地方的 难度和长度都要大得多啊 呃 我觉得一定要研究好路线再上山 一开始 如果说自己水平还没有特别好的话 一定要先从小雪场 或者说是从短一点的雪道开始 OK 第五哈 就是不要低估交通的时间 呃 如果说你不是住在雪场附近哈 需要开车 那一定要注意 如果下大雪哈 无论你用什么车 有雪胎学是最重要的 一个有雪胎的前驱车 绝对是会比一台没有雪胎的四驱路虎要好开的多哈 这东西其实我也提过很多次了哈 呃 大家想象一下 哎 我我车爬坡对不对 我四驱肯定要比前驱 呃 这个爬坡能力强一些吧 但是我下坡 对不对 都是四个刹车嘛 对不对 所以说就是轮胎绝对是最重要的 如果说下雪天的话 真的路会非常的不好开 呃 甚至于会风路哈 然后呢 虽然说你的车性能会很好哈 免不了有那种没有准备的人啊 然后堵在路上面 然后这样子你也你也超不了车嘛 第六 就是雪季初太兴奋了 然后呢 雪季末又不想滑了 可以尤其是今年哈 这个季初的雪况真的是非常长 但是呢 有些朋友就是一看到市区温度降下来了 甚至于市区飘了点雪啊 就一下就兴奋起来 就感觉 雪场应该已经是白雪 已经是所有雪道都开的情况了哈 但是的话 其实你现在去威斯特的话 呃 能开的雪道其实还不到就是季中的五分之一哈 雪季初啊 其实也没有必要太兴奋了 圣诞节之前的话 呃 能开雪道真的是非常非常少 次到了差不多三月底 四月的时候啊 这个市区温度就开始上升了啊 经常有时候温度都上到十度以上了哈 然后呢 很多朋友就觉得哦 春天来了 这个雪场应该就是一滴雪都没有了 其实呢真正呢每年到四月份我觉得才是真正适合滑雪的时候啊 呃因为那时候就是积雪还是非常厚的嘛 所有的雪道应该都开了 然后呢你身体啊已经一个雪季已经热好了 然后这个时候就是真正是练练活滑雪的时候了哈 第七就是你的装备要带正确的滑雪板 还有正确的服装去合适滑雪场啊 就是经常看到有些朋友啊 就是说啊 比如来到威斯特就带了一副超级牛逼的大粉雪板 就是大粉雪的概率其实还不是那么高的 况不好的时候或者说是粉雪已经被人滑烂的时候啊 呃你在滑那些雪道就会非常的郁闷 然后呢还有着装问题 呃雪场呢天气也是千变万化的哈 有的时候早上是零下差不多七八度这样子 但是呢如果他白天太阳一晒 哎会热起来哈 呃大家一定要穿可以就是脱的一些衣服 呃比如说中间多穿一个几个layer啊 这样子的话如果你热的话你可以把其中一个夹层给脱掉 然后放在你的背包里面 更不要说有些时候比如说威斯特下雨加雪啊 或者是下雨甚至于下雨的时候啊 大家一定要穿防水性好一点的衣服 然后多带可能多下一副手套多带一副雪镜 或者多带一副面罩都是有必要的哈 能保证你这个滑一天啊都是比较干爽的哈 OK雪场误区第八啊 我觉得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 就是和错误的朋友去滑雪 很多朋友都有这样的故事啊 就是说第一次去滑雪啊 都被就被某某某某人直接带上了黑道 然后就怎么怎么怎么滚下来的啊 就是很多新手朋友啊没有意识到这个滑雪 可能前几次无论你有多好的其他运动的基础啊 前几次都是挺痛苦的 然后呢你的进度啊 都不会像你想象出什么啊 我我会滑板或者我会冲浪 我就可以一天患着任 就是很轻松的滑下滤道了 是不可能的 自己已经会滑的朋友 也不要以为啊 我把新手带到了一个超级男的雪道 我就可以让他就说对不对 就拔苗助长或者是破釜沉舟 让他就一下子就能学会 快速的学会滑雪 还是需要时间 还是需要有好的教练 还是需要有正确的教学 来一步一步让他进步的 否则的话真的很容易就是用力过猛啊 然后第一天就让他摔倒 就是说再也不想滑雪了 不知道大家还有什么可以补充的哈 也可以在留言区讨论一下 优优独播剧场